美女朋友 姐妹晚安 我们要继续来看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们要把第七课 关于说预言的恩赐这一课 我们要把它结束 上次我们讲到说 关于怎么样来查验预言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是很广泛地来论到 关于预言 预言是在圣灵里说出神所要我们说的话 关于怎么样来查验 在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一些部分 包括你要留意 预言的口气它是不是积极造就的 另外也提到说 这些预言它是不是跟圣经相违背 所有的预言它不能够 它所说的这些分享 它不能够越过圣经或高过圣经 另外这个预言 它是不是可以荣耀耶稣 是不是指向我们的神高举我们的主 另外当然要看这个预言它有没有实现 上次我们也提到说也要留意 来看这个预言它是不是可以受得起 这个圣灵同在的印证 那今天我要提到第七跟第八第九的部分 讲到说关于查验 怎么样来查验这个预言 第七你就是要留意说 关于说预言它是不是会带来捆绑跟恐惧 这个预言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提到说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说 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提摩太后一章七节说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 神要带给他的儿女是自由 神不是要带给我们捆绑跟恐惧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预言它讲出来 可是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跟害怕 比方曾经我们讲过 很多年前有人就为台湾发一个预言 1995就是神要灭台湾对不对 有血流成河各方面很多 所以造成很大的风潮 很多人就开始移民 甚至就是很多教会 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亏损 那羊群四散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基本上我自己比较觉得说 这些都需要查验 从神来的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释放 即使有的时候神 祂会让我们知罪 可是知罪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改变 而神从来不是要捆绑我们 来压制祂的儿女 所以如果有人给你发一个预言 带给你的就是恐惧 害怕害怕害怕 很大的压力 那基本上你要查验 那你也不要觉得说不可以 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的预言你是不可以查验的 那你就要知道说 你已经可以得释放了 因为基本上那个不会是从神来的 另外我们也要留意 就是这个预言 你怎么样 关于留意来怎么样来查验这个预言 就是要看 这个预言它是不是带出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有人发出一个预言 不论是对个人 或者是对神的教会 那他所带出的是不是有爱 神的生命讲到爱 是不是喜乐的呢 是不是有平安 是不是有信实 有温柔 有圣洁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关于神的属性 这些部分 那所以如果说这些预言 它没有办法帮助你的生命 更多的充满爱 更多的有平安 更多的有忍耐 信实这些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留意 这也是我们解释的一个部分 刚刚我提到说 有一些预言 当然会给我们带来知罪 那那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悔改 可是还是带出神的同在 那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嘛 那可是如果有一些不是这样 基本上我觉得说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 就是被这个预言给捆绑住 基本上不一定需要 我记得在2003年9月的时候 那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 那刚好那一天 刚好张牧师他在台湾 有一个聚会 所以呢 那在聚会之后 他就 在整个聚会之后 他就讲了一段话 那他就讲一段话 其实我觉得是蛮预言式的 他就提到说 神所亲爱的儿女 虽然你会遇到风暴 可是主会带领你走过这一切 我记得当时 其实看起来是很一般的 就是安慰劝民的话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这一段话是神特别要给你的 那我就记得那一次 我在现场的时候 哇 我就全身就发抖了 我感觉到神在对我们心说话 那我就会接下来日子 我就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 那之后我就记得在10月 我们就面对公公的去世 那时候后来 在教会的一个转变当中 在那一年的后半段 事实上是很大的一个风暴 可是呢 我常常记得 神的仆人所说的 会有风暴 可是神会平安地带领我们 经过这一切 对我姐妹 这个就是我说的 预言 神为什么要我们行走 在启示当中 预言的目的是要 神的儿女平安 不要害怕 有的时候我们前面会 本来就会遇到一些 高山低谷 可是你得到一个预言 一个神的话 一段神的话 有的时候神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透过 神的仆人 在聚恶中就带出来 有的时候也许是 比较个别式 你不能够期待 每一次每一个预言 都只能很个别式的 那如果是这样 那太像算命的 有的时候神也会给你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你出于神的 即使是在一个聚会当中 那么多人 可是你仍然知道 是神在对你说话 重点是你的心 你的心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天 我听见我们一个同工 传恩他就提到说 当那时候他在 面对研究所快要 就是要毕业 这些很多的压力 论文的压力 很多压力 那天那刚刚是我们的 青少年的营会 他负责打鼓 他在打鼓的过程 他继续地打鼓 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他就提到说 当我们在为孩子们服侍 我们就为孩子们讲一些 属于他们的这些 关乎他们个人的启示 这些预言 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其中讲了一句话 其实虽然我们是对孩子说 可是他在台上 他自己也领受 他感觉好像神也在对他说 听我说说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 你说那我怎么知道 神对我说 如果是为你的 其实你自己是会有感觉 而且通常会带下 神的那个同在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第九点 你关于你怎么样来查验 那个预言 就是这个预言 是不是可以给你内在的恩膏 同做见证 什么意思呢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七节 那边提到说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的里面 恩膏讲的就是同在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要有神的恩膏 神的恩膏充满 就是讲神的同在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主 因为只有当你更多追求主 你里面那个属灵的敏锐度 才会越来越敏锐 一个不追求主的人 那如果说我们不追求主 我们只是在外面 寻求跑啊跑啊跑 我跟你说你就累死 而且你还不见得 真的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可是如果说 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爱神 全心全意的爱神 爱人 我们怎么样学习 彼此相爱 彼此帮助 彼此扶持 另外爱灵魂 爱那些思上 神所爱的 然后按照神的教训 就是神的教导 圣经说的 然后我们就去做 我们去改变 神说要常常喜乐 我们就常常喜乐 神说不要含怒到日落 我们就学习控制 我们的怒气 神说我们不要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我们就学习谦卑 当我们学习这样子 在凡事上 透过神在每一件事上 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去学习 你就是按照 这里说的 就是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 住在主的里面 住在主的里面 当你长时间这样来操练 慢慢的 你的生命中 因为常常有神的同在 所以有的时候 神会用他的直觉 就是知道 你知道是主 神自己会 有一个邻里的直觉 他会带领你 或者有时候 神他自己就会 启示我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里提到说 当有一个预言 一说出来的时候 一个启示 被彰显的时候 会跟你内在的恩膏 是不是可以 有一样可以呼应 但是 当然这个是你很主观的感觉 你真的要留意 你也不能说什么都觉得 我觉得我里面我的感觉不是这样 不 我们刚刚讲了九个 你要查验预言的方法 有九个 可是只有最后一个 刚刚我说的 就是你要 摸摸 我们常说 在教会里面 在贤唐 我们说 你摸摸你里面的感觉 就讲那个同在 那个感觉 但是这个 刚刚所讲的九种 查验的 只有这一个是很主观的 其他的都是客观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 只用这一条来 别人跟你讲什么 你主观都觉得 因为不合你心意 你都觉得 我感觉不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讲一段话 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觉得 这个不是主对我说话 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容易行走 在那个危险的道路当中 所以你需要有 我刚刚提到的 怎么样去查验预言 怎么样查验 好像 但我也不是说 你每次听到什么 你什么都要查验 只是说 因为有一些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白纸黑字 讲得很清楚 你就不需要去查验 圣经说什么 神的话是这样 我们要查验的是 有的时候是人 跟我们讲一句话 一段话 那你当然就要查验 这是不是从神来的 那当然就是 有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些部分 他有没有跟圣经相违背 他是不是 可以荣耀主 那还有这个预言 有没有实现 有没有神同在的印证 有没有 还是说带来 捆防恐惧 还有他是不是 可以带出神的生命 这一些 你要去检查 但是呢 有的人说 那有的人 比方说 有的人他们 他们对圣经不熟 那你就要用同在 就用在你里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神会用 里面那个 他的同在 会引导我们 有时候你说 一个人他刚信主 他可能对一些 他不会分辨嘛 比方也许他遇到 一个异端或什么 他不会分辨 可是他会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这个人讲话 因为我里面 我很不平安 弟兄姐妹 这个很不平安 就是一个内在 恩高 神同在的一个 提醒在我们里面 可是你说 那我怎么样 可以在这样的 一个水流当中 我可以越来越精准 弟兄姐妹 就是你要操练 你就是需要 你就是需要追求主 那追求主 也不是在自己的 一个感觉里面 有的人喜欢 自己追求主 我自己在家里 特别现在 有的人觉得很方便 我只要上网 追求主就好 或者我成立一个 在一个网路的教会 弟兄姐妹 有人觉得说 对啊 我就在教 我就礼拜天 我在家里做礼拜 以前还不容易 以前 这样还会被人家讲 怎么在家里做礼拜呢 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可是现在 有这个 有这个网路教会 所以我们觉得 可以在家里做礼拜 对不对 大家在敬拜的时候 我就可以边刷牙 边跟大家敬拜 我还可以穿着睡衣 在那里聆听牧师正道 你很方便嘛 对不对 听完后 刚我洗洗 我就可以出去办我的事 可是这个不合圣经 弟兄姐妹 如果有的时候 你有一个急迫的需要 比方你住院了 那当然 你不容易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敬拜神 我觉得你利用网路 你来一起 跟大家一起追求 那您听神的话 那自然没有问题呀 很宝贵嘛 那这也是 现代科技的一个 对我们来讲 是个祝福 可是如果有人 把它变成一个 便宜形式 太好了 你看 在家里聚会多好 连十一奉献都省了 那这个就不好 人就是看你里面的 那个动机嘛 那但是 感谢神 我觉得多数的弟兄姐妹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 那个不会是 神给我们的一个道路 可是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读圣经嘛 所以你知道这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事实上我们 当然我知道 现在时代 大家都比以前更忙碌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多聚会 其实多聚会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祝福 特别是 有的时候 在你平安的日子 你不一定觉得 有什么祝福 你觉得有时候 有的人还觉得吃亏了 礼拜天我的朋友 都去打高尔夫 只有我来聚会 可是呢 当危难来临的时候 你就会真真的发现 啊 对你来讲 真是一个祝福啊 我认识 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就是 就是生病 那有时候 当然就是很不容易的疾病 癌症的病患 癌症的一个状况 可是呢 有一次 我就听她分享说 在做那个检查治疗的时候 她说她在里面 她不断地呼求神 不断地呼求神 呼求神 呼求神 对不起妹 真的 那就经历到从神来的平安 本来要做 半小时的一个疗程 还是什么 好像很短的时间 神就帮助她 就经过 这样 那我这样提直说 当我们好好的追求主 当危难来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差很多 每个人都会 我们都会有经验 就是人不会永远都在 安疏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 神你把平安的道路给我们 神把平安的道路给我们 可是神的平安 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的平安就是 我们就是不缺钱 孩子听话 然后丈夫也都听话 或者说 什么都很顺利 身体也都不要生病 什么都照我所想的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平安 可是对神来说 不是这样啊 有时候神给我们一点角动 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 你有没有想过 人们在很安疏的时候 人们不会特别要呼求神的 人们只有在困难当中的时候 人们开始想 我需要上帝 我需要平安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平常的日子 就是我们说 我们要更多的来追求神 你好好的追求神 让神的恩高更多的在你的里面 弟兄姐妹 其实你不用等到别人 特别跟你说神 每一天 那个预言讲到神的话 每一天神都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神喜欢带领我们 行走在启示当中 你有想过吗 神喜欢带领我们 行走在启示当中 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天是行走在启示里面的 真的 当你明白这件事情 你的里面就会真的就充满了感恩 就觉得对 对 你就可以了解说 每天因为神给你的启示话语 你的里面真的就充满了平静 而且也充满了从神来的恩典 所以这是这一课 我要上完 要在这里停下来 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了解 关于预言这个部分的学习 或者说应该要留意的事情 你可以上网聆听我们之前的课程 在这个部分我们讲得非常的详尽 我相信对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接下来我要来上 关于智慧和知识言语的恩赐 这个课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特别在教会里面 你不论是做主义学老师 你是青少年的辅导 你是一个小组长 你是一个牧者传道同工 这些对你来讲 智慧的言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智慧 有的人好有智慧 发明这个发明那个 我们就好聪明 绝顶聪明这样子 天才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 常常有的时候是很复杂 很抽象的 世界上的智慧 也不见得可以帮助到人 可是我们所讲的智慧 保罗说我们所讲的智慧 不是世界的智慧 我们讲的是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是平易近人 而且神的智慧是很实际的 这是为什么 在教会中 我们常常有时候 我们做牧养的工作 我们做组长 我们做辅导 这些 我们常常要接触到人 人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他只是一个刚信主的 又或者说 也许信主很久 遇到一个麻烦 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他需要有主长 他需要有牧者 对不对 来带领他们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也都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我们就用世界上的这些道理 我所知道 我所学习的 通通都交给他 那这样他来教会 跟他去外面参加社团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所说的智慧 是从神来的智慧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 那边特别有提到说 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益救赎 所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智慧 你越靠近耶稣 你就越多的从神领受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为什么追求神这么重要 有的人不明白 有的人觉得 好像追求神自己很吃亏 事实上你追求主 你才是蒙福的 得着神 你就得着了一切 也得着医全体的良药 你得着神 你也会从神得到启示 预言 医病 各方很多恩典都在你身上 你更多的靠近神 神是智慧 你知道你很需要智慧吗 我们都很需要智慧 那个智慧跟聪明不一样 聪明帮助你很会读书 可是智慧帮助你知道 怎么样处理问题 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 索罗门王 世界上上帝告诉我们说 没有人像索罗门王一样 以前的人没有人像他 以后的人也不会超过他 所以索罗门王 他是全世界 是最有智慧的人 从一件事 我们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 在那个时代 没有DNA 医学也不发达 可是那天 有一个事件在圣经 现在的人来看 可能觉得 这太简单了 验个DNA就了解 可是在当时你知道多么困难 你可以明白那天早上 两个妈妈 来到索罗门王的面前 就是要她给个答案 什么事情呢 因为 就互相控诉 一个妈妈觉得说 她抢了我的孩子 她手中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 那这个乙方又说 不是不是 你的孩子是昨天晚上被你压死了 你早上 趁我去买菜的时候 你把我的孩子抱走了 你说那是你的孩子 两个就吵个没完没了 你可以想象 这个在双方的 也许都有道理 因为有可能是差不多时间生孩子的 那有可能 真的这个孩子 真的是被她压死 一定有一方讲对的嘛 讲真的 一方是假假的嘛 但问题是 小孩 每个小刚出生的宝宝 都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医院里面 那你会发现 所有的医生 他们刚生完以后 小孩都会有一个 有个手环 上面写她妈妈的名字 来告诉大家说 这是谁的孩子 所以呢 家长 亲属 朋友 要来看这些小宝宝的时候 他们只要看手环 那个名字是谁 就知道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可是问题在那个时候没有啊 大家的孩子都长得一样 那而且确实 看起来是一个罗生门嘛 怎么看起来两个都在哭啊 一个说这是我的孩子 那个才是我的孩子 你才压死你的孩子 就搞得这样子 这个答案在哪里呢 可是所罗门王 他有神的智慧 所以在当下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在现在你看 你会觉得 哇 这个包青天演过 是 那个都是超来的 事实上真正的根源 是来自所罗门王 这个历史世界 所以所罗门王就来人 把这孩子砍一半 一人一半这样子 那那个假妈妈觉得没关系 这样公平 一人一半公平 可是那个真妈妈 当然就不愿意说 那给你吧 给你吧 所以所罗门王就判定 这个孩子归乙方 假方 你就是诬陷 好 你就这样 反正这个案子就结束 小姐妹 也许你觉得 我们在看圣经 我们很快地就看过去 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个历史 回到当下 你会知道 这是一个很困难 很难办的一个案子 你可以明白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到底是谁 谁才是他的亲生母亲 没有DNA 没有任何的小孩 长得像谁 也都看不出来 但是呢 那就是那个判断 那个做法 为什么所罗门王 他可以知道说 我可以这样来做 我可以来看 看人性 他考验的是什么 就是人性 真的妈妈 怎么可能 允许说自己的孩子 被切一半 一人一半 公平 公平 这样 不会的 真正的母亲是什么 我宁可牺牲 没关系 孩子只要你活着就好 真正的母亲 不会觉得 我就孩子 我宁可就把你追到 把你打到死 不会的 所以你可以明白 这就是我说的 神的智慧 是平易寄人 而且是很实际的 神的智慧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遇到一大堆问题 我们的主缘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青少女 各种 我们周围 我们所服侍的 很多每天 都有一大堆问题 你怎么帮助他们呢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我要学心理系 这样就可以明白 人的心理 可是事实上 人心格度比 你学了心理 很多的 也许你有很多的知识 知道说 应该很多的技巧 陪谈的技巧 你也很多知道 你要留意这个 留意那个 可是一个人 如果他不真心的 告诉你他的问题 或者说 一个人他知道 很多这样的一个 处理的方法 他就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智慧的恩赐 还有知识言语的恩赐 他们真的差别 是有差别 知识我们讲 其实就是一个资讯 神会给你一个消息 让你知道什么 what 什么 让你知道这些资讯 可是智慧会引导 我们方向 how 你怎么做 我怎么样来做 怎么样来处理 怎么样来面对 知识提供事实 可是智慧让你知道 你需要如何处理这个事实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一个 教目人员 或者说我们做一个辅导 一个组长 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的 我们要祷告神 你要把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赐给我 让我可以 当我有智慧的言语 我就可以进行更好的谐谈 跟辅导 可以帮助这个人 可以走在那个正确的道路里面 如果你拥有全世界 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可是你没有智慧 到头来 你会做错所有的事 你知道所有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很多事情 是这样这样这样 可是 你乱做决定 你就会搞砸很多事情 相反的 你有很多智慧 可是你不知道事实 你没有任何的事实 你什么都还不能做 这是为什么 智慧跟知识的言语 他们其实常常是 被放在一起的 知识告诉你 什么事情 事实是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 有的人不会把事实告诉你 对不对 当他告诉你 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可能会讲一个层面而已 但是知识的言语 会让你知道 那个更深的层面 那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呢 智慧就会引导你 让你知道 你怎么样来帮助他 面对这个问题 就像砍树 你到底是要用小刀 还是要用斧头 还是要用电锯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知道圣灵的带领 跟你怎么样 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恩赐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们 常常一论到恩赐 有的人太多着重于 就像我们这一日子 我们讲的 先知性的恩赐 预言恩赐 当然这个很宝贵 我在说你知道 对你就是个祝福 你行走在预言当中 你行走在启示当中 当然是个祝福 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人生旅途 我们可以与神同行 跟神在一起 神引导我们的脚步 神没有让我们走 很多的冤枉路 神让我们可以 很快正确地做决定 都好 很多人的问题 很多家庭的问题 就在于 不会做决定 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 或者老是做错决定 所以就问题 一个问题 又接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又回到原地 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 所以家里每天都一团乱 但是呢 如果我们跟随神 智慧 神为什么给我们 智慧的言语 跟知识言语 因为神要我们 走在那个道路里面 那个亨通的道路里面 那智慧的言语 是神完全智慧的一小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神在神的里面 弟兄姐妹 有无穷的智慧 无穷的智慧 传道书第十章 第十节告诉我们说 得智慧指教 便有益处 所以与智慧人同行 必得智慧 所以你要留意啊 你常常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的朋友 是不是都只是喜欢 吃喝玩乐 还是 我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从这边 我就受益 我觉得我得到祝福 我得到引导 你真的要留意 小心交朋友 滥交是败坏善行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祷告神 神我愿意 就是 但愿我们 常常更多的 与那些爱神的人在一起 那当我们常跟那些爱神在一起 我们里面 可以因为靠近神 我们更多拥有神的智慧 我们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得到祝福啊 我们不要觉得说 有的人呢 就觉得他长辈的话都不想听 听到耳朵都长简了 其实我们要祷告神 你把一个能听的耳赐给我 有的时候 长辈或者属灵人 他们走在我们前面 他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 其实我们不知道 或者因为我们靠近他们 我们听了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受教 我们自己的 我们就在巨人的肩头上 我们就更快的往前行 并没有不好 不要那么快就觉得说 我知道的比你还多 这时代 科技进步各方面 是你们那个时代 你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然 有的时候我们会轻干长一辈的 对不对 上一代的人 不像我们 我们就是活在科技时代 我们一出生 我们就活在手机时代 所以小孩两三岁 自己就可以在那边划手机 是很认真地划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哇真的好厉害 有的时候我们就轻看老人家 不要说老人家长辈 爸爸妈妈 轻看为什么呢 老是来问我们说 这个Line怎么样加 这个好友怎么又不见了 我这个图又没有了 怎么又消失 你教教我 有时候 我们做孩子就很不耐烦 不讲过了吗 你不懂了 你不用用那个啦 有时候我们很不耐烦 对不起 有的时候 问题是 长辈 也许有他们 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没有 你的经历 可能是他没有 所以他请教你 讲到父母的谦卑 他不懂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请教你 事实上 父母就是很谦卑 你可以问很多爸爸妈妈 问爸爸妈妈们 你们都用什么手机呀 很多父母的回答就是什么 孩子不要的手机呀 然后就给他们用这样 可是父母都是愿意给孩子好的好的这样 可是我就觉得说 智慧 我们就是要留意说 当我们年长 或者我们慢慢的 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懂 我们可以请教 年轻人 这个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要怎么样做 你也不要觉得说 不要请教 请教他们就知道我不懂 不需要 可以请教的 这没有问题 我们不懂科技 没有问题 我们只要明白认识我们的神 我觉得可以 可是新一代的 我们年轻人 我们也可以寻求 上一代的 也许在教会中的一些长辈 组长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学习 你怎么跟神对话呢 你是怎么样来灵修呢 你的服事 你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 这样子谦卑 来请教 我服事的小组 常常遇到什么问题 我看你的小组的情况 很棒 很棒 你都是怎么样来面对 这样的一个挫折 或者处理这样的问题 听懂姐妹 与智慧人同行 必得智慧 你不要什么都觉得说 我不用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 就是我们愿意 当然智慧是从神来 我在说智慧 神是智慧的源头 可是我们就是 也是要留意 真言十五章第二节说 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 吐出愚昧 也就是说我们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 我们不要做愚昧人 可是也真理事要留意 有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受一些 愚昧人的口 那个吐出的愚昧的影响 他所讲的那些 那些 那些 不是事实的事情 或讲那些不好听的话 其实就是愚昧的话 可是你就很容易受 那个愚昧的话影响 而那些智慧人口所说的那些知识 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是你就觉得就不想退 对不对 我们觉得骂人 我们比较不吐不快 我们就觉得比较痛快一点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 我们自己应该期待 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智慧人 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那边 主也告诉我们 对不对 主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赐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主愿意 主愿意把这个智慧给我们 智慧的言语 我再说 是神完全的智慧的一小部分 神有完全的智慧 所以你觉得你不够有智慧 或者你需要有神 因为我刚刚讲的智慧是帮助你 做正确的决定 让你可以知道 怎么样面对你的环境 怎么样处理问题 知识的言语是告诉你一个资讯 可是智慧的言语 帮助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不管是面对你个人的问题 或者是你要帮助别人 所以透过圣灵 神可以很超自然的分次给我们 智慧的言语 你要相信 你不要觉得说 有的人就觉得 靠自己努力读书读书读书 去书房 去图书馆 去哪里什么这些 读书当然是很好 读书对你当然会有帮助 但是问题是 这个智慧 我刚刚讲 这个智慧 比较不完全是从你研读 这些书籍来的 当然这些知识对你会有帮助 包括别人怎么做 怎么面对这些 所以有的时候在坊间 会有什么理财大权 夫妻相处 知道怎么与青少年共同相处 这些怎么样的扩展 你的人际关系 很多类似这些 也是有一些人 他们有智慧 他们把它写下来 帮助你 去买这个书研读 来帮助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夫妻关系 你跟别人相处 不抓狂 但是 这些都不是我们说的 就是从神来的部分 当然有一些人 所写下来 也是神给他们的智慧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 智慧的言语这个部分 其实它是很超自然的 就说不是你去网路上买 或者说好像在学校里面学到 而就是你就是直接从神得到 你也不会想 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可是那就是从神来的想法 我们说的 这个圣灵的九种恩赐 上次我们就讲 我们分成三组 一个是启示的恩赐 一个是全能恩赐 一个是口头的恩赐 可是这个启示的恩赐 我们讲的就是 在神的主动跟控制之下来运作 是神主动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随 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说 我什么时候要用这个恩赐 这个恩赐是 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 是神来决定 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最适合 所以你可以跟神求 所以当然我们有 当我们看见 当神看 也许我们在一个福祉当中 有一个特别的需要 神就会赐下那个特别的恩典 所以你可以常常祷告神 所以为什么灵修也很重要 你常常QT 你常常祷告 神真的会把 从神来的智慧 那个启示 就是会赐给我们 所以这包括保罗也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向神求 智慧和启示的灵 来充满我们 每一天的智慧 每一天我们也需要智慧 因为你每天都要做判断 今天要做什么事 要做什么事 那个是有一般的尝试而来 可是圣经中 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 不是 我们讲的是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这个智慧 而智慧的言语 它会带来 像我刚刚提到说 从神来的智慧 那当然需要靠着追求 你需要常常追求神 让神的智慧 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 求神拿走我们心中 我们里面那些愚昧 愚昧 那不要做一个愚昧人 因为事实上 有时候保罗 也会责备 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 讲到无知的加拉太人 那这个无知其实讲的就是愚昧 我们不要做愚昧人 实际上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智慧人 我们要做智慧人 不要像 不要做一个愚昧人这样子 要爱惜光与神的话 这样提醒我们 但是智慧 我们这里既然提到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呢 第一个智慧的言语给我们带来供应 供应 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那边提到 你记得那一天 就是门徒们他们就捕鱼啊 捕鱼 那天晚上都没有打着什么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上班族 要整天工作 我们整天跑业务 可是我们一无所得 没有业绩 压力很大这样子 可是那天主说往这边 下往打雨往这边去 西门 这个彼得本来其实他是没有打算 当然他也没有忤逆神 没有忤逆主 可是呢 他还是讲了这个话说 主我们整夜劳力 没有打造什么 可是依从你的话 照你说的我就下往 那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明白 有的时候有的人不明白 就是神 有的人会宁可相信 世界的智慧超过神 所以有时候会寻求外面好多 这个帮助那个帮助 但是其实一个属灵人 他会明白 就说只有从神 会得到一个正确无误的供应跟指引 这样子 所以还好 这个彼得他就照神说的 他就下往 后来一下往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就圈住了很多鱼 而且那个网子险些裂开来 这样子 那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最后我们就知道 彼得就跟主说要主要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意思是他承认 他事实上他为什么说 我是个罪人 其实主 他并没有 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 可是从这里你可以看见 彼得真正要说是 他刚刚其实在他心里 其实他很骄傲 他根本不相信耶稣说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他终于承认耶稣 你是对的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OK 但是呢 主对西门说什么 他对彼得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两个事情 第一个 神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 一个智慧的言语所带出来 当他一个话语 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 神知道哪里有供应 有时候人们 就靠自己的方法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 我要再打两份工 我还要这样做 我要那样做 我让我自己 我的经济没有匮乏 其实在神来看 很愚昧 你为了要不断地赚钱赚钱 你牺牲主日 牺牲聚会 牺牲服事 然后呢 事实上你觉得 你好像赚了更多钱 其实你赔上你的身体 你赔上你的健康 赔上你跟家人在一起的 那个更甜美的一个时光 你是有钱了 可是最后那些钱要做什么呢 人若赚了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 又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 神的话语一发出来 他会供应我们 神会让我们知道 你要应该怎么样正确的 你的职场 你所需要的经济在哪里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 你应该仰望神 神会给你这个智慧的言语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见 这个智慧的言语 一发出来 你看见神 耶稣的一句话 他得到彼得的跟随 他得到了彼得的跟随 他告诉彼得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 这一段时间 彼得早 事实上彼得是有跟随主的 可是可能彼得还没有 全心全意的跟随神 可是一个智慧的言语 一发出的时候 你知道会让人知罪 会当一个人突然明白说 神知道这一切 在神的面前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 会使一个最顽固 最骄傲的心 都可以被触摸得到 所以彼得这边 你要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以看见 你日常的生活 你要信靠神给你供应 所以你可以相信神 主我靠我自己 我劳力 我都打不到鱼 我的经济 我的工作 真的是不好 所以主你告诉我 我的职场在哪里 主你要我在哪里工作 你问主 主你为我预备工作 是什么工作 这里告诉我们 神会告诉你 往那边打鱼 往那边打鱼 然后你就照主所说的去做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见 当神智慧的话语 一发出的时候 他得到彼得的心 彼得这个时刻 他明白 耶稣 耶稣 事实上耶稣 本来就不是普通 祂是神子 可是或许 或许 在人跟随祂的过程 人们是不是真的 百分之百的 这样信靠神 不一定啊 至少在这里 我们看见 彼得这个时候 他把他的心 真的都归给神 而且主 对他发出一个预言 在这里 主对他说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啊 神告诉他的 而且神 这个是一个预言 告诉他的未来 可是也是 也是一个智慧的引导 让他知道 你日后 你不要再打这些鱼了 你要为主 得人如得语 这样 第二个 我要讲到说 关于智慧的言语 所带来的 智慧的言语 会使一个事情 可以被成就 被成就 被成就 那当然智慧的言语 通常是跟着 就是跟着 圣经的知识来的 比方 我举一个例子 在 马太福音21章 那里 就讲到说 那一天 耶稣当然 他就告诉 他两个门徒说 你们要往 对面的村子去 就是要 在那里 会看到一匹驴酸 在那里 那你要把它解开 把它带到我这里来 如果有人跟你们说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就跟他讲说 主要用他 耶稣继续讲说 那他们就会让你 牵来 后来耶稣继续讲说 这个话是要应验先知 就是 撒加利亚所说的 撒加利亚曾经讲过 这一段预言说 看来你的王 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鞠子 要应验这一段话 所以你会发现 智慧的言语 使事情成就 是关乎圣经的 你所发出的智慧言语 也会关乎圣经 当然我的意思是 不是说 好像你讲的智慧言语 就是要去想 圣经说什么 要应验什么 不是的 我的意思说 有的时候 有的人有需要 你给他一个话 对不对 一个引导 一个帮助 一个帮助 很自然 看起来是一个 很自然的帮助 但是就会应验 圣经所说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你可以了解 你给他一个 智慧的言语 让他明白 神是帮助 神是医治我们的神 他就明白 对 他领受这个话语 他知道他要坚定的 以信靠神 他就明白 这将应验圣经说的 他是耶和华拉法 是我们的医治者 就你明白 智慧的言语就是这样 所有的一切 你会发现 这圣经的 这个圣灵的九种恩赐 他讲来讲去 都是讲一件事 所有的都会回到 一件事上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回到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上面 所以当你更多的明白 那我们就会更多期待 主 你把这样的恩赐给我 特别我们在侍奉 不管你是做牧师 做同工 你是做组长 或者辅导这些 你太需要了 你不能用你自己方向 有的人觉得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言语 你很难辅导 帮助你旁边的人 他们的问题 你不断地重复重复 你过两天你就很生气 因为你觉得说 怎么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 烦死人 不要再找我 封锁你 那个不是个办法 他就是个羊 他就是有需要 对不对 可是你应该祷告神 问神 神 那我应该怎样帮助他 而不是不耐烦 只是批评论断他 那这样子 你不会是一个好的牧羊人 这就是我们可以 从神来学习跟领受 那下一次我们继续 会提到关于智慧的言语 为什么这么重要 之后我们会提到知识的言语 应该要怎样来应用 怎样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先上到这里 我们休息三分钟之后 开始今天晚上的祷告会 神祝福大家 神祝福大家